報道申請來聯盟8名的藝山兵 在空港港度參選 轉門界泛民的選票 8個區之中 5個是上屆泛民和建制 相差不足200票的激烈選區 差距最少的只有33票 聯盟唯一願意退外發言的 李澤森就說 這樣做是為了提供致命稿 始終因為我們整大班朋友 聊天 開始在講政治 好了 我就說 不如大家出來選一下 大家為了提升知名度 專門選了一些特別小小的地區 可能是上屆的選情比較激烈的地方 去提升我們的知名度 他們雖然極少下居 但一下居就有古怪的行動 成員劉柏彤去到華桂村的時候 都沒有拜街站 不派傳單 反而不停滋擾民主黨對手 楊小碧迎求對方 那一晚呢 我就這樣想 我又在網絡中 在網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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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這些動作 會令我們很害怕 治療對手之後 新青年聯盟 反而是Facebook 曾經被騷擾恐嚇 還聲稱被 這番人網絡攻擊 堅守健証 太把握 因為這樣才做對一場參選 我是一些朋友 都是一些朋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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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 什麼場合 都是Friend 大家介紹 那 有部分 在網絡中 在網絡中 看到他們 在網絡中 在網絡中 看到網絡中 有些宣傳彈章 有些聯絡方法 我們要聯絡 新青年聯盟 熱身兵自駅 海埔聯盟 正常討論 和唐宣人 有什麼 我們始終是第一次 我們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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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怎樣可以 跟街坊 居民 溝通多些 對 了解那個地方 多些 樂區方面 就要看 開完這個 簡介會之後 去怎樣做 這次目標 是勝出 還是提供一個指名 我們選擇 是提供一個指名 到先 參選 但是不想贏 只為出名 大家應該明白 是什麼一回事 李澤心 開了一間網購公司 我們就根據 註冊地址上門 英門的就是李澤心祖母 他還意外地 踢爆了李澤心收錢參選 我經常聽見他的人說 即是說 阿欣欣去選議員 他經常吃飯 我問他 我問他 你選什麼議員 他沒有 我派展 他說 一萬五元 我說 一萬五元 一萬五元 我說 一萬五元 我說 一萬五元 他本身不是有班 還要賺一萬五元 他不是派錢嗎 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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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參選派錢 就有萬五元 是啊 是啊 這是一個業 我們太暗 是一天 我是哪裏 我是太古城 那當然不是 那這個 只不過是 我可能是出去做事 我自己本身做酒的 自己本身有收入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會說 我收了一萬五元出來 去做 李澤心 這個回應都算牽強 祖母還說 李澤心父母離婚 他讀完初中之後就無讀了 在尖嘴的酒吧打工 不過他似乎不知道 李澤心曾經被控自稱三合會成員 李澤心就承認曾經出庭應訊 但是用語言藝術 撒走了記者 我沒有參與過任何三合會的儀式 我覺得這個指向都是 不是太真確 獨居的祖母仍然深信 孫仔不會學壞 嫁孫仔指自己連煙都不吃 純粹喜歡賺錢 他說什麼 他都是說做生意的 我喜歡做生意賺錢的 嗯 那他其實去參選是為了賺錢 是啊 沒什麼的